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上一集真的就是纯粹的闲聊 稍微跟大家就讲了一下我们 接下来这12天呢 大概会给大家带来一些什么样子的podcast的内容 大家就是如果有看这个影片的话 麻烦在下面留言告诉我 琪琪是不是很难聊 而且很多人 很多人听完上一集之后给我的反馈 就是说我的声音实在太低了 我没有刻意要把我的声音变低 露出来之后我的声音就变这么低 我觉得你有刻意感觉好像变低 完全没有真的没有 就感觉很像讲话的时候想要轻声细语的感觉 现在夜深人静 讲话为什么要这么大声呢 而且我们两个女儿都睡觉了 你想把她们吵起来是不是 我是觉得应该要就是 音调要嗨一点 这样大家听了不会睡着 因为很多人说这声音我们两个声音听起来很好睡 如果大家觉得我们podcast听起来很助免的话 我觉得放来帮助你睡 毕竟全世界很多人都在有失眠的困扰 没错 好 今天言归正传 我们今天呢要聊的话题 也就是最常问到的 对不对 你说我的观众们最常问的问题吗 对 大家最想要知道的就是关于配货或者代购 可以讲这样吗 对 就是如果你要选择的话 你想要选择配货还是选择代购 对 在影片开始之前 不对 在我们的podcast迁入正题之前呢 我们先有一个事情想要请大家帮忙 就是我们这一系列的podcast呢 想要请大家帮我们一起想一个名字 好不好 那我们的频道叫君君square 那但是podcast要给他取什么名字 其实我们都已经想好几天了 还是想不出的所以 podcast要取什么名字是什么意思 就是要有一个要一个名字啊 比如说像是你之前有听的那个叫什么 姐妹悄悄话 哦 就是不能用君君square就对了 可以 但是要想一个别有新意的名字嘛 这样子 呃 就是 齐眼俊脸小微 所以我才需要大家的帮忙 我们看隔壁这个 有什么意见 有什么样的好的名字 请在下方留言告诉我们 我们会 很有可能会猜哪一个意见 对不对 如果你想的名字真的不错的话 OK 好 那我们就切入话题吧 好 现在 不只是买爱马仕 买很多东西都有遇到这样子的难题 就是 供不应求嘛 对不对 你想要买 但是人家 做的不够多 没办法卖给你 对 但是我自己个人呢 是走配货路线 那 齐齐呢 她是走 你是走代购路线吧 对 我比较支持代购 因为 当我想买个东西的时候 我会想要 马上买到它 我不会就是 不会不计后果 不计代价 什么叫不计代价 就是它不管多贵 你都要把它买到手 那当然不是啊 你还是要去考虑 就是它的 那个价值 跟你花的钱 是不是有overpay 但是 但是你已经overpay了 我的想法是 如果今天 市场的价值在那边的话 那 付这个价钱去买它的话 其实就不是overpay 在我的那个定义里面 overpay就是 当今天 市场定价 可能 商家的定价是一万美金 那市场价呢 是两万美金 但是有个人傻傻的去 花三万美金买的话 那就是overpay 那你为什么没有办法 就是慢慢的等到 就是店家买 如果这样子 慢慢的配货下去的话 根本一点保障都没有 你也不一定会 可以买到你想买的款式 你可能是不是就是 比较心急一点 想要马上拿来说 我是一个很心急的人 没错 但是我相信很多人 都会跟我有一样 这样子的困扰 就是当你被告知 要配货的时候 叫你配货那个人 也没有一个百分之百 可以卖给你 你想要的东西的 那个打算 可以把握在手上 对不对 对 但是你说实在的 我好像没看过 你代购过什么东西 我常常代购东西啊 可能日本的一些操牌啊 然后一些美国买不到的东西 我都会找代购买 我讲代购就是 所谓的 Grey Market 你知道吗 就像手表 有些时候 一块手表 不一定要从 表店里面买出来 你也可能是跟 灰式的表上去买 但是你也没有 在那边买过 有啊 我有买过啊 手表呢 有 手表我也有买过啊 我有买过几只 不是很贵的手表 但是是在外面买的 那为什么很贵的 你不去代购呢 很贵的 我也不是不去代购啊 如果买不到的话 我就会去代购 只是 我之前想要买的那块手表 刚刚好就是 在店里面被我买到 要不然的话 我也会在外面买 我通常配货的东西啦 都是爱马仕比较多 我会觉得 我自己去配货的感觉 比较成就感 之外 我觉得一个非常非常重要一点 是我非常 觉得配货 胜过于代购的原因 就是 你从店里面买到的 绝对是 真火 是不是不可否认 对 这是没错 但是 我们就拿爱马仕的包来讲好了 如果今天你要在外面 跟代购买爱马仕的包 那首先你必须得 信任这个代购 对不对 对 你要先信任这个代购之外呢 你跟他买包的时候 他还会给你看 一系列的那些 购买凭证啊 跟 包装啊 盒子啊 什么乱七八糟 就全部要一起 买给你 这样子 你才会去买嘛 那如果是你的话 你买了 买了这样子 你觉得他是你信任的 然后他也给你看了这些东西 那你买回来之后 你心里还是不会想说 这东西会不会是假的吗 其实不会 所以你就是觉得 OK 我觉得他是真的 就是真的 对啊 如果 如果今天他这个 以假乱真道 就是 我都看不出任何一点 假的痕迹的话 那 我觉得他跟真的 其实也没太大区别 因为爱马仕的包 这个东西呢 构正 很多 听说也有很多 就是可以造成 所以其实是蛮可怕 所以很多网友 都会问我说 俊俊你 推不推荐 这家代购 或是那家代购 因为他们自己会上网 去找很多代购 可能有他想要的包 那他会发给我 说 你觉得这个商家可信吗 我就觉得 如果你会怀疑 这个商家的时候 你买这个包 你就心里就是已经 非常的不踏实 那我自己通常给的建议 我都会说 我没有办法完全的 给你保证说 这个商家 是不是真的是可信的 但是 我只能就是拼你 给我的照片来看一下 帮你分析一下 有没有可能会是假的 或是真的这样子 包包的话 如果今天这个代购 他卖假包 他卖一个假包的话 他其实他的事情 就不用再做了 所以我觉得 如果是一个非常知名的 已经做的很大的一个 代购也好 或者是二手店家也好 如果他们今天 为了赚点块钱 去卖一些假包的话 那其实 对他们来说 是非常不利的 所以今天我个人在推荐 就是今天 如果你要买包 买表 或买这些任何日 高价的奢侈品的话 就一定要找一些 经营很多年了 然后是有一定的基础的 这些卖家 而不是找一个 可能才刚开始做代购 然后一点经验都没有的那种 可是代购这个东西 并不是也说 只有就是一个管道而已 像有很多 你说刚刚提到 买手店 二手的网站 像你知道 美国有很多这种 二手的网站 比如说的 RealReal 或者是 Fashion File 这些牌子 这些二手的平台 我们要先把我们这个 代购这个词 这个词汇 我们要先来定义一下 就我们现在所讲到的 这个代购 其实只要 不是从店里面出来的 统称它为代购 你就是说二手店买的 或者是二手平台 对 我就好像举个例子好了 就像 当然今天 大家都知道 像那个 我们之前有合作过的那个家 叫银座小马的嘛 对不对 你说它这个代购 可能对它有点侮辱 因为它 店开这么大了 都已经在银座有个地盘 买手店 买手店 对 但是 以下我们就统称它为来代购 就是不是从店里面拿出来的 对 毕竟它的包 不是爱马斯卖给它的 对 那 还有一种代购呢 就是那种欧洲代购 对不对 就是一个人的 几个人的 这些他们就是 大家所谓 可能比较 可以理解的代购 二手平台也算 二手平台也算 像刚才 刚才你讲的那几个 但是你知道吗 其实我自己都有做一些 小research 就关于这些二手平台 大部分的二手平台 都会跟你讲说 是 百分之百authentic的这样 但是你知道 也是有很多消息传出来说 比如说像 Star X上面 有很多家的 一定有 那这种时候 你就会觉得 如果买回来 我会这样担心的话 我还不如就不要买 比如说我在店里面 拿出来一个 薄金25号 然后我要多花 大概可能将近两倍的价钱 去买那款包 我会真的觉得 超级不值得 因为我可以把这个钱 拿来 就是配货 然后配我想要的东西 就算你说 OK好 可能没有办法 配到完完全全 是你想要的样子 但是 你在配货的时候 你都可以跟Sales说 我大概想要拿几个 就是你可以接受范围 就像我刚才讲 一个包它是有一个市场价 对不对 今天一个薄金25 市面上卖多少钱 看吧 看颜色 如果是那种经典的色 比如说黑金 贵的话 可能我觉得至少两倍 就是 可能一万多块的话 可能至少一万八 一万九之类的吧 现在这个行情 OK 那若今要配货的话 要配多少 但是配货这个东西 可能不只是配一比一 可能一比一点五 但是前提是 你买的这些东西 你可以把它卖掉 所以不确定因素 就在这边 因为你想想看 八千块就配到的花 那你可能就刚刚好 花了它的市场价 去给它买下来 但是有些时候 你运气好一点 可能只花 三千块四千块五千块 你就赚到了 对不对 那你如果今天运气差一点 你花了一万两万 到最后配来的包 可能还不是你想要的包 但你刚才讲说 这些配来的东西 是可以拿去 把它给变卖掉的 如果它真的有价值的话 爱马仕早就卖掉了 还不用等你来卖了 好不好 这些东西就是垃圾 真的 你说什么东西是垃圾 爱马仕这些店里面 拿来给你配货的东西 就是垃圾啊 不会啊 这个码头 这个码头就是垃圾 你看这东西 但是重点是 这个码头放在家里 是有功用的啊 你的钱是直接 给别人拿去花了 是没错 但是它的功用 它的功用仅在于 它是一个配货 如果今天你不配货 你会想买它吗 如果会 那它就有功用 如果不会 我觉得它的意义就不大 但它所有东西 都是有功用的啊 每个人都 比如说可能买表啊 买饰品啊 买衣服鞋子啊 这些都是有功用的东西啊 今天如果大家买饰品的话 千万千万千万不要花 很贵的钱 去买一些 不值钱的重金属 比如说纯银的 比如说纯银的 像Tafany 我讲 Tafany的东西 真的 一文不值 千万不要花钱 买Tafany的东西 它也有些值钱的啦 它有钻石 它有白金 它有黄金 但是它那些银的东西 去年嘛 给我买了一条 两千块的 美金的项链回家 然后 就是一条银的项链 你要知道 让你今天花很贵的钱 去买这些 不值钱的重金属 其实你花的钱 都是在买它的广告 如果今天你要买饰品 像是卡蒂尔的金的啊 然后白金的啊 钻石啊 这些东西 我觉得多多少少 都还会来得比 Fancliffe这种牌子 你这样会攻击到很多人 爱马仕 爱马仕不会 爱马仕还可以 要看啦 我觉得如果今天是金的 就真的是OK 但是如果今天是一些 赢的话 可能比较不保值一点 毕竟我们也是做珠宝的 我们不会把这些镀金啊 然后这些银的东西 卖添加 对不对 你们自己说 我们是不是有良心的商人 为什么聊到自己的品牌 自如心情笑一下 广告要按下去了 那我们言归正传 在准备今天这一集的时候 我在想说我这辈子 有没有花过任何的钱 在配货上面 不一定是买宝宝 或者是买爱马仕 我曾经 我很想买一台车 我不知道你记不记得 我之前有一台黄色的一台 保时捷的 的那个 Kamen的GT4 然后那台车呢 就有一点点算像是配货 配来的 OK 对那时候 我就记得那个 卖车那个 车行的低了 就跟我讲说 我可以买你这台车 但是前提是 你必须要给我买 跟我们买一台 其他的车 然后那个时候 刚刚好不就是 买了一台凯业吗 哦是我那台吗 对对对 所以那台就算是 帮我的车子配货 哇我完全不知道 完全不知道 就这样被你利用了 诶你不知道吗 我没有跟你讲 我可能跟你讲过 忘了 我这辈子唯一一次配货 可能就是配这个 然后但是配完之后 我真的觉得非常后悔 今天就算要加价 去买一台车 加的价钱 也不过就是 可能一万块两万块 可是如果刚好 是因为我刚好 要换车的话 那就还好 今天如果你是 买一台不喜欢的车 落地就不值钱 车子的单价实在太高 而且手表 我们可以拿手表 一句例子 大概去年 前年的时候 很难买表的时候 大家都是要配货 才可以买到表 对 你必须得买一些 很难看很难看 很款式的表 有到很难看吗 就是没人要的东西 应该是说 这个东西可能单价很高 然后它比较 没有办法 那么快卖出去 所以它就希望 你拿这个来配货 以前 在最近这个表荒之前 你走进去一家老理事 还是会有一些表 半斤的Dayjust 或是全斤的Dayjust 这些比较没有那么贵 但是也是一些 没人要的款式 现在连那些 没人要的款式 都买不到了 就现在想要配货 都基本上是没办法配 所以我觉得 这个配货跟代购 这两个东西 完全就是因为 市场的供不应求 造成的 如果今天没有 这个问题的话 根本就不会有 什么配货代购 大家就是想要买 什么就买得到 但是我觉得 这又另外一回事 有像劳力士就像你说的 在表荒之前的时候 还买得到表 但是爱马仕 从以前到现在 好一阵子都是需要配货的 不是像劳力士 这样可以买得到的 是因为爱马仕做了一大堆 很难看没人要的东西 其实你有没有想过 他为什么要卖这些东西 我觉得这就是 他的行销手法 就是他的饥饿行销 因为 我知道是他的饥饿行销 但是他为什么要做 一些没人要买的东西 但我觉得你不能这样说 其实爱马仕除了包包以外 还是有很多很厉害的东西 这点不否认 但是一样有很多 很不厉害的东西 但是你每个品牌都是这样子 LV现在也在做家具 大家都喜欢想要越做越多 这样可以赚更多钱 能捞钱就捞钱 对啊 一大堆奢侈品牌 在开始做NFT的 对不对 什么东西能捞钱就捞钱 NFT也做了 对啊 很多 前两天我还看到 季凡希跟一个艺术家 在推出了一系列的NFT 然后就找那个人来画一大堆狗 说到这个我想起来 基本上其实经典的是狗嘛 对不对 我现在真的有看到有人 就是在做卖那个NFT波金 然后那个波金包是那种 很像毛毛的 然后也是一样3D的 想不到卖多少钱 你找一下等我 我刚才在逛的时候 看到有一个建商 盖房子的建商 平台上面卖房子 很好笑 真的 它是真的房子哦 而且是在Georgia 你知道Georgia这个国家吗 在欧洲 它就上传了很多floor plan 很多interior design那种floor plan floor plan 然后你就买了这个 NFT之后呢 到时候房子盖完之后 你也会有一个房子 NFT的房子来卖房子 虽然你没有真的拥有房子 但是你有拥有这个房子的NFT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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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有拥有这个房子 房子还没盖好 对 它先通过NFT来卖房子 OK 就先给你一个虚拟的 到时候会有一个真实的 到时候会有一个真实的 但是在 That's pretty cool 尿不拉斯的地方是要去住啊 哈哈哈哈 就是 我觉得它的方法很酷 因为它的方法就是 首先乔治亚 Georgia 这个我相信 听众 你们没有一个人去过 对不对 我只知道乔治亚州 他是国家乔治亚 没去过 应该没有人去过 OK 那就算你去过的话 我相信你应该不会觉得 在那边资产会是一个明智的选择 那 那边的建商 那边应该没有中国菜 亚洲菜 那边的建商 对不对 那边的建商想要盖房子 他就只能卖给当地人 他还能卖给谁 但当地人应该没有钱 这么多钱 可以买这么厉害的房子 他不是很厉害房子 他就是很普通的房子 但是 他就是apartment 公寓 他就是想要蹭一个流行 他通过这样子的方式 在NFT的市场上面卖 他就可以卖给全世界 像我现在就看到说 在这个地方原来有一个房子在卖 对 所以其实很聪明 OK 跑低了 太远了 回到刚才我们讲的东西 代购还是配货 我还是支持配货 因为我就是不喜欢 把多一堆钱送给别人 好 我先讲好了那天 OK 我今年不是买了一个Constance吗 我就是原价买的 但我其实也没有配什么货 因为我就是 刚好有 然后也是等了蛮久的 但是我在买那个包之前呢 我就刚好有一次去那个 旧金山的 RealReal的店 然后就看到一个 哦很好看 真的是有点 有点就是蓝绿 绿色的 可能是孔雀绿吧 的一个Constance in code 然后就看那个价钱 我真的是傻掉 我想说哇 包要一万三千块美金 还税钱 原价多少钱 原价大概 六七千块 七千块吧 当然要标这个价格 要不然它赚了两倍 然后我就会心想说 我才不要 就是 而且重点是 我也不知道这个包到底 人家用过没有 可能狠心 没有丝膜 但是可能他也用过 然后我就觉得 为什么我要在一个二手的 买手 买手店或二手店 去拿一个包包出来 然后我就会觉得 我花了一万三 我会觉得心情很不好 因为你在店里面买不到 你在店里如果买得到的话 谁会去二手店里 不是买不到 是还没轮到你 但我后来就买到了 但是并不是每一个人 都像你这样子 就是有这个耐心去配货 然后有这个心情 去跟这些 sells经营这段关系 对不对 真的是随缘 就是今天它出现了 那是你的就是你的 像很多人都会 我觉得你的个性就是这样 很急 很想要赶快拿到的东西 我觉得很多人买MRS 也是这个状态 所以到最后会有一点 就是吃心疯的状态 所以我觉得 real real 有然后刚才讲的stock x 然后还有一个叫什么 fashion file 其实对这些店家 我个人不太敢在这地方买东西 要看运气 如果今天刚好收这东西进来的那个人 并没有太多的经验 跟他的前辈学了一学之后 就把这东西给收进来了 然后就是个假货 那怎么办 对啊 所以我就说 就这种风险很大 我真的有一次哦 这是我个人的经验 就是我有一次去旧金山的real real 然后在他楼下 专门卖表的那个区域 我就在那边看他那边卖的几只老厘石 都是二手的 然后我就请 那个店员拿出来给我看一下 然后顺便就是跟我讲一下这些表 我跟你讲他一问三不止 而且讲出来的东西 他就是那种一副 他觉得他很懂 但其实不只 但其实他根本在乱讲 他不知道他遇到了一个真的懂的人 你知道吗 就是你嘛 对就是我本人 他想说你在跟我讲什么 他就会说 哦这只表什么限量啊 什么什么什么 我现在想说听 在那边放 要看你遇到什么样子的人 因为在这些店里面上班的人 他们真的有一些 可能入职才一天两天 三天这样子 等到他要卖 或是你有一些什么 其他更专业的问题的时候 我觉得他一定是要问manager I don't know 反正我是觉得 我不可能在那种地方 那种地方买一些衣服啊 什么 因为这种衣服 这种东西没什么好仿的 但是如果买表那些啊 很贵高单价的 我真的不太敢 我跟你讲 更好笑的时候 突然想起来就是 我看中一块表 也不是看中 我就觉得那只表蛮好看的 就跟他讲说这只表 你可不可以告诉我 他有没有 那个保卡跟有没有盒子 那他就去帮我查 他就会说这只表 什么都没有 买二手表的时候 最常问的问题就是 有没有box and papers box就是表盒 papers就是手据 或者是保卡 那当你今天卖一块二手表 没有box and paper的话 他的价格一定会 很低 很低 但是不见得会低到 就是像菜市场买菜那种 贱卖 不是那样子哦 如果今天一块表 我具个例子好了 可能一只黑水果 可能定价八千块美金 然后他的二手价 可能在一万五美金 然后今天一块 没有box and papers的 没有盒子跟没有 收据的一块黑水果 可能就只能卖到 一万二美金 相比就是有收据 跟有盒子 正名的 保卡的 对 可以卖到一万五美金 当下就问他说 那你这个表 有没有box and papers 他就去帮我查 他查完之后说没有 那他表的价格 还比市场价 还要再更贵 就是比有box and papers的表 还要再更贵 这个故事也是 我在我的书里 没有提到的一个小故事 什么故事 就是呢 说到这个代购啊 跟这个配货 为什么我一直很纠结 就是不会代购的原因 我没有 我没有一杆子打翻一船 但是呢 太多例子会觉得 不是从店里面拿出来的包 很可怕 就是之前 好像是在台湾有个新闻嘛 就是有一个 爱马仕的sells 然后他呢 就就 在爱马仕做了很久 然后后来不做了以后 他继续呢 就在帮很多贵妇 拿包 然后到后面 他卖那些贵妇 都卖的是假包 真的假 然后是鳄鱼皮的假包 结果搞到后面 那个爱马仕的总部 直接跨国 就是告这个人 在台湾啊 在台湾 你确定在台湾 yes 在台湾 那这些也太傻了吧 他们买这些东西 因为他们会觉得说 这个人是在爱马仕工作 他不可能会买假的给他 所以他就卖了假 然后买了超多 就是几百万那种鱷鱼皮的 都卖给他们家 后来 他包包去那店里面拿吗 不时 就直接帮他送去家里 对对对对 就送给他 然后后来就是爱马仕直接告那个人 然后要求藏几亿台币的那一种 这种个别案例 我觉得什么地方都有 对 但是我还是就是觉得 因为有太多这种案例了 所以 买包要小心 还有另外一个案例 也是书里面有提到 随便打一下广告 只有书的时候 很多很精彩的故事 记得要买 anyways 法国那个时候有 也有一个这个新闻 类似的是 爱马仕工作的人 的经理 然后找了爱马仕的工匠 之前的工匠 这我听过 出来呢 做爱马仕 就是他们就是偷爱马仕的皮革 里面所有东西都拿出来 就跟你讲 很扯 一模一样的 也是工匠做的 皮也是爱马仕的皮 但不是从爱马仕店里面出来的 是直接工匠做给你的 我记得当时你跟我讲这件事情 所以我就觉得 这种情况 就是这个包 他的制造商 做他的人 做他的工具 做他的材料 所有的东西 都是真的 都是爱马仕的 但只是他做的地方 他做的地方 还在爱马仕工厂 当然不是 他不是在他的 不是在爱马仕工厂 他在自己家里面做 做的那张桌子不一样之外 那你觉得这个包包 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 我跟你讲 这真的超难定义的 对不对 但是我还是觉得 他不是真的 因为他如果有 因为 他是一个真的爱马仕的包 但是他不是一个 每一个包都有一个编号 这编号是有记录 但是他偷出来的东西 做的这些东西 可能就是没有记录的 对 但是以一个艺术品 去欣赏的话 他的价值更高 因为他比其他的包 更有故事 你说像Bensky这样子 对 他比其他包更有故事 我让这种包 在拍卖会上面 绝对可以卖出更好的价格 我觉得你应该在开玩笑 后来那几个人 七个人 好像也就被抓起来 然后就被 被判了刑之类的 但没有那个跨国的 搞得多 是吗 对 因为可能爱马仕 觉得他们也太有创意了 对 我觉得应该不是吧 你做到这份田地的话 就算了 算你厉害 算你厉害 轻发轻发就好了 很有创意 但我觉得真的是 这种东西就是人啊 我就觉得爱马仕啊 比如说这种 俗称的硬通货 这种东西 就是怎么样 就是有人想要赚漏洞 想要用这些硬通货来赚钱 不管是手表 买包 我今天还看到一个新闻 就在那个洛杉矶的port 插扣了一批 一整箱的火柜 全部里面都是假货 就在刚刚发生 假的什么 假的LV 假的Chanel 假的包 衣服 鞋子 包包 所有都有 如果今天 大家真的是要去找 代购买东西的话 或者是在二手的 网站上面买东西 真的就是 要非常的小心去 当然可以看到食品的话 是最好的 在付钱之前 如果可以看到食品的话 那如果不行的话 就真的要找一个 自己信任的过得 存在的风险 确实蛮高 我觉得有时候 也要控制一下 自己的那个欲望 其实不要买 是最值得 都不要买 钱在自己的口袋里面 是最值得 或者是拿去买一些 真的会增值的东西 投资的 去投资的东西 但你别这样说 爱马仕的包 是真的很可以增值的 他每次都这样跟我讲 他每次跟我说 你知道这个包怎么样 然后今年之后买掉 可以赚多少钱 什么钱 但是其实 说真的 OK 首先 第一点 你的包不一定会卖掉 你的包 有要卖掉吗 对不对 今天就像你今天 去赌场赌博一样 你赢了再多钱 都是筹码 你没有把它套现之前 他一文不及 所以这也是又另外一点 为什么我选择 配合比较代购 因为你买代购的话 那个包卖出去 永远都赚不回来 当初买的钱 什么意思 就是我 我字面上的意思 代购 已经是家家卖 你要把 你用过了以后 把它卖掉 是永远赚不回来的 不一定 不一定 我觉得包包没办法 没有 就是这样 除非是那种超级限量版的 这点就不对 今天你花一万五 去买一个包 假设你买回来说 是新的 它是一个新的包 二手新包 然后呢 你给它用了一阵子之后 你可能就只能拿一万三 一万四的价格去买 对不对 因为它有些使用过了很紧 对 那你今天去配货 配出来一个包 OK 总价也是一万五 可能一万块钱的包价 五千块钱的配货价 对不对 然后你用完之后 那我的包包可能可以卖个 一万四一万五啊 对啊 但是你前面配货钱 你不用去算吗 难道 配货钱都赚回来了 什么意思 配货钱都赚回来 你说配五千块 这个人的数学 真的超级有问题 你说配五千块啊 对 但是你五千块花掉了啊 对啊 但是如果你把这个二手的包 以一万四一万五 卖掉的话 你懂我意思吗 但是你的五千块 还是花掉了啊 你要这样想 你说花一万五 去买了一个包 跟一大堆配货的东西回来 跟一个去花一万五 只买了一个包回来的人 来比的话 你多的东西 就是那些配货的东西 对啊 但是你配货的东西 就变成免费了 但是我跟你讲了 那些配货的东西 都是垃圾啊 这东西 我刚可有可无的 真的 但是我去跟你讲说 一万五买的包的人 就是卖掉以后 他不可能卖到一万 你也不可能卖到一万五 你的五千块也是给别人 你的五千块也是给别人了 只是给的人不同而已 所以也是给爱马斯 对啊 然后你的五千块 还制造了更多 另外也是给代购 你的五千块 还为地球制造了更多垃圾 我觉得大家可以 开放在下面留言 觉得我的想法如何 他的数据很有问题 你的想法不代表 所有人的想法 他每次都跟我讲说 你看我这个包 八千块买回来 我现在可以卖一万五 第一个他没有要卖 第二个他都每次 不把配货的钱给算进去 搞得好像他真的是 八千块买回来一样 根本就不是嘛 这样我配货的东西 我就有用嘛 你不能这样说啊 我占空间啊 唯一的用处就是占空间 你看现在 多少东西就放在这种地方 没有 这是真的是特 这是你叫我买的哦 我是说你如果要配货的话 你就可以配 你还没有人嘴软了 这个东西是他叫我买的哦 因为我们刚好需要 一些东西摆饰嘛 好不好 是吧 是吧 你看 你反正都要配了 观众评评理 你看这个人自己讲到 最后 辩论辩书 没有辩论 谁跟你辩论啊 我就是不支持配货 哎呦 笑死了 不支持配货 好了 那我们要总结一下 总结就是 不支持配货 讲到神奇 配什么货 没有没有没有 好了 配货也可以好不好 今天你想配货你就去配 我觉得就是个人的选择 因为如果你是那种 佛系买包的 或是佛系买东西的人 我建议你就是慢慢的等 那如果是像施葬这种 那奇奇这种 就是想要得到一个东西 马上就要拿到的人 那你就去吧 那你就 很容易会 小心不要变成冤大头 跟小心注意不要买到假货就好 对 不要买到假货就可以了 对然后 还有另外一个问题 因为代货这种东西 都是市场价 你怎么知道哪一家最便宜 都还要比价 你知道吗 市场价 市场价都是有一个 供订的价格 没有 我跟你讲 代货这个东西 看地方 亚洲的代货 就特别高 你就上eBay去找一下 你就知道市场价是多少 我跟他 eBay的价格是最公道的 任何东西 我跟他连汽车都是这个样子 但是你知道 大家没有就是 有办法完全 access很多代购 所以他只能选一家 所以有些时候 你就会不知道说 他到底是不是真的 有 有 有 就是 符合那个市场的价格 因为你可能也找不到 其他家卖这些东西 你就先 我举个例子好了 你现在打开手机 去找eBay 然后比如说找一个 黑色30的 波金引扣 你 假使他得出来的价格是 一万八美金好了 今天如果你去找 那个 我们之前提到 那个银座小马 你去找他买的话 他绝对卖两万块以上 对 他绝对卖两万块以上 他不会卖最便宜 他绝对是那个最贵的 对 但是他可以卖到最贵的原因 就是因为他有个店在那边 然后他有他的信誉在那边 对不对 所以很多人会想说 好吧 那我就多花点钱给他买 至少我知道这个包是真的 但是有很多 介于这一万八跟两万块美金之间 也有很多店家 卖的价格是在这中间的 有些买手可能会卖在 可能一万八一万九这样子 价格就是 它是一个怎么讲 它是一个互动的 它是一个范围 所以我就说还是蛮麻烦的 你还是要去比价 因为你不会想要买一个最贵的吧 当然是希望买越便宜的越好 你就做点research嘛 你就看看市面上这个包的成交价 大概是多少 然后你就想办法找你带回去跟他看 还是配货吧 配货你都不一定会买到这个包 然后配配配 配到最后花了一大堆钱 一大堆人 我相信你们在看这一集 在听这一集的人 你们是不是 配了一大堆东西 然后没有买到自己想要买的东西 对不对 因为卖给你的那些sells 他都知道他没有办法给你 他都知道他没有办法给你 我觉得你这个就不专业了 这你就不懂 不是他知道没有办法给你 是他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有你要的货 他们绝对知道今天 一百个人来找他买一个东西 他知道他一年可能就只有十个 所以他没有办法给你 对但是他十个 他是可以知道他要卖给谁 对啊 但是他对一百个人promise 问题就在于他对一百个人promise 所以我跟你讲他没有promise 所有的爱马适合 他的软性promise 他都跟你讲说 我你需要哪一些 有的话我会帮你看 但是你的category 不能说我就只要 OK 你如果说OK 我就只要黑金 偷狗皮 25的薄金 的话 你就要等很久 但是如果你有多一点选择的话 灰色的金色的 他你就 就有可能他可以offer给你 那你告诉我 灰色金色也不会 到最后有点些很奇怪的颜色 那我问你 你买保时捷的时候 你有指定一定要白的吗 当然要啊 为什么 我就是要白的 所以你带购吗 对啊 那黄色那台呢 黄色那台是我自己配的颜色啊 哦 你自己选的 对 OK 对啊 就是就是代购的好处 你就多花点钱嘛 花钱了事 你就会买到你想要 但是如果是配货的话 有些时候你也是可以买到你想要 只是你要多花点时间 好时间在那个地方 很好时间 非常好时间 anyways 我还是支持我的配货 好吧 那我今天得出的结论就是 希望大家可以知道 爱马仕店员的话 可以信的话 太阳就从西边起来了 差点要讲东边起来 差点要讲东边起来 OK 晚安晚安 我们下一 等一下你太快了太快了 我们要好一好的结尾 你要想一下 好结尾 我就想这样结尾 不要这样 你要说 好那今天谢谢大家收看我们的节目 你要像广播一样啊 要谢谢观众收听 不能就这样 下班这样子 谢谢大家今天收听我们的节目 OK 然后记得要在影片下方留言 如果你今天想到一个不错的 适合我们的podcast的名字的话 请记得在下面告诉我们 然后如果还有一些什么 对于我们话题的建议啊 或是我们讲话的方式啊 或声音啊什么 都欢迎在下面留言 因为我们就是刚开始 很需要大家给我们一些feedback 非常需要一些反馈 然后也非常需要一些大家的支持 对 记得如果喜欢的话 请一定要订阅我们的频道 然后呢 在下面都给我们一些鼓励 好不好 如果你想要好好睡觉的话 不要选其他的podcast podcaster选我们 好吧 选我们让你们睡觉 好吗 我下一次就录一集podcast 然后专门就是在念经 你说波罗波罗米多喜个观 是在普産青 好 晚安 Good night 晚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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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bwd6